最漫长的一日 最温暖的陪伴 每日与主同行 扎寻一生信仰的根基 伴你成长 我是阿清 以《斯拉记》四章二十三节 至五章五节 当阿达舍西黄的这封信 向利宏、新岁和他们的同僚 宣读之后 这些人就急忙赶到耶路撒冷去 威逼犹太人停工 于是建造耶路撒冷上帝圣殿的工程中断了 并且停滞不前 直到波斯王大利乌执政第二年为止 那时先知哈该和亦多的儿子 撒加利亚 奉那掌管以色列的上帝之名 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说预言 撒拉铁的儿子 所罗巴伯和耶撒达的儿子 耶稣亚都作出回应 他们再次开始重建耶路撒冷上帝的圣殿 上帝的先知和他们在一起 并且帮助他们 但是又法拉底河西部省份的省长达乃 以及士他波斯乃和他们的同僚 狠快就到了耶路撒冷 执问他们说 谁批准你们重建圣殿 修复这座建筑的 这些人还查问修建圣殿的所有人的名单 然而他们的上帝看顾他们 犹太人首领的建造工程没有宗旨 值得报告被承到大利乌王那里 代他作出定夺 今次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因言受助 以色列文因为兴建圣殿被人陷害 他们自身一个不安全的环境中 自我防卫机制可能随时启动 如果人将自己的软弱或限制 看为一种羞辱 就只会在危急关头 才依赖别人的帮助 但是如果将软弱 看成为值得别人的关怀 和爱护的恩由时 就会作出准备 别人的帮助也会让你吃惊 原来受助是意味着 和别人一起生活 以色列文在紧握拳头 面对敌人的时候 要认清并且开放自己 在上帝的帮助中 那时 先知哈该和易多的儿子 撒加利亚 奉那掌管以色列的上帝之名 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说语言 在逆境中 以色列文知道 上帝的先知和他们在一起 并且帮助他们 以色列人恩言开放 随时开放 勇让上帝来帮助 因为上帝的眼目在看顾 上帝的先知在帮助 而他们知道 自己不能够独力成事 人实在有限制 开放自己 随时向上帝求助 多谢你收听 由和谐频道制作的 每日与主同行 材料节六字 汉语圣经协会出版的 天天亲近主 欢迎你在我们Facebook 留下你的足迹 明天见 拜拜